今天谢谢安妮塔邀请我们来你家参观 感觉上你家很像是那种 国外的设计杂志的场景 真实的出现在我们眼前 那完全把那种现代时尚那种 简约俐落的这种风格 展现得非常到位 对啊 其实我们自己家里的装潢 我是以白色为基调 然后搭配上一些天然的大理石 不锈钢 还有一些灰色黑色的建材去做混搭 那我们巧妙地将客厅 餐厅 吧台 就是把它串成一个很开放式的空间 那我们也将走到没有浪费掉 将一些收纳藏于无形当中 那营造出一个比较开阔 比较放松的一个三代同堂的空间 是 其实我觉得设计师的工作难 最难在于每天都要脑力激荡 要很多的灵感来做设计什么的 那我刚才有发现 我发现安妮塔 你的英文能力好像不错 因为很多国外的一些设计杂志 都是英文的 那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 有一些东西我都看不太懂 然后反而你也很像是我的英文老师 可见的我觉得 不管是各个职场 像设计师就连我的模特儿的这个工作 其实英文能力是真的还满重要的耶 因为设计师的工作 其实非常的繁忙 对 所以有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那么的弹性 那因此好我就会上网去搜寻 有24小时可以一对一 甚至一对多的英文教学平台 因为这样时间很弹性以外呢 它可以就是利用电脑或是平板 它可以就是我自己拿在手上 那随时随地在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可以当成是我自己的英文专属教室 那这样听起来真的还蛮便利的 可是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有时候我们女生工作完回到家去 卸妆洗澡或者是很邋遢 那隐私方面会不会都被人家看过 隐私的部分不用担心 因为可以及时地跟外籍老师 互相地交流 那学生是可以看得到老师 但是老师是看不到学生的 因此隐私的部分是获得非常大的保障 而且我觉得很方便的是 它的课程可以客制化地定做 比如说需要一些线上翻译的话 就老师可以帮你定做专属的课程 现在真的是讲求客制化的一个年代 那不管空间设计是可以客制化 那就连英文教学也可以客制化 那么今天谢谢安妮塔的分享 谢谢 谢谢